大家好,我是阿妈 今天的早餐是个人做的这种三鲜豆皮 简单版本啊,就属于在家里面去操作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糯米饭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用那个电饭锅给它淘洗干净 就和平常煮饭的水量差不多,你放到电饭锅里面去预约就可以了 第二天早上6点40多分起来 刚好这个饭还是热乎乎的啊,它其实是在保温的状态 配上你就准备自己喜欢吃的 我切了一点香菇,玉米,胡萝卜,然后还有葱花哈 就先热油,把那个焯一下水 或者是直接上到油锅里面炒一下 我觉得炒出来的味道会香一点 然后再加入食用盐 一点点那个十三香 你也可以放一点点酱油哈 然后给它炒熟就可以捞出来了,很快速 再打入几个鸡蛋 我大概打了三个鸡蛋哈 这个蛋真的太听话了 自己家里面的鸡蛋是比较小的 如果是大鸡蛋你就只要打入两个就可以了 加一点食用盐 少量的清水给它们搅匀成这种均匀的蛋液 然后再加入一勺面粉或者是淀粉 给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昨天我们煮那个牛肉汤剩下来一张这种豆皮 就是因为它我才有今天的食谱 因为平常做三鲜豆皮是自己要打那个米豆浆嘛 我今天就用这个油豆皮跟鸡蛋液来代替了 锅里面喷一点油 放入油豆皮 然后淋上蛋液 那个下面记得要裹上那个蛋液哈 像这样子 给它开小火 慢慢的把蛋液转均匀 这样摊出来的皮不用担心它会破 而且里面它是夹的那种豆皮的香味 再把那个煮好的糯米饭铺上去按压紧实 再铺上炒好的配菜 其实这里面你们如果做的话呢 你就加一点那个午餐肉 或者是腊肠腊肉进去 整个风味会更加的好吃一些 我这个有一点单调了 然后你周边往上面扒一下 有一点点破都没有关系哈 翻个面 稍微煎一下撒上黑白芝麻 葱花 我们今天简单版本的三鲜豆皮就可以出锅了 武汉朋友对不住了 你就随便看一下 这属于我个人的偷懒版本 因为你们下楼就可以过早嘛 我们这边没有的 很少会有早餐店卖这个 自己做起来的话呢 这个是能够节省时间 然后挤上番茄酱 如果是我 我肯定是配辣椒酱的 他们先开吃 剩下的食材还可以做一份 这一次就是鲜汤的鸡蛋皮 再把豆皮铺上去 放上糯米 食材这一些 换一个思路 如果你想要吃更丰富的 你就把那个烧麦的馅料放上去 你就加一点那个酱油啊 猪油 吃起来更香 我嫌太油腻了哈 就今天没有做这一些 我这就喜欢搭配蒜蓉辣椒酱 再配上牛奶 我们的早餐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就去试一下吧 我们晚上再见 拜拜